你要不只用到TESC 0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插入 可以 插入在神絲模式這邊 按一下 按滑取右鍵 有沒有 它可以插入什麼 階梯讀 結構化是ST 還有SFC 我們可以用這三種語法來寫 但是我們這幾天都是用階梯讀 可能在第三天吧 第三天可能公文區塊讓各位簡單一點用ST的 示範一下給各位看 這裡我就不插入了 好 來 首先 目前我們這個專案只有TESC 0的變數 來 點贊一下 空的 像剛才的全區變數是不是有些變數在裡面 這裡是空的 這裡就是隸屬你目前TESC 0裡面的變數 但是一開始是沒有 對不對 那你建立之後也只能在你的TESC 0裡面使用 因為未來你可能有TESC 1、TESC 2、TESC 3、TESC 4 有沒有 你在該區域變數表只能在區域變數表 使用這些Io 或記憶體 好 首先來 我們就在變數表 我們就讓各位體驗一下好了 我們建立三個變數 來 按滑鼠右鍵 它入變數 這裡來應付剛才那個開關 這個名稱我們就給它英文好了 中文也可以啦 那為了方便我們給它英文好了 SW1 然後很重要 這個變數是屬於什麼樣的資料類型 這邊很抱歉 我們這邊沒有翻譯 它把它翻譯成日期 應該是資料類型 你看你把它點進去 有一大堆 有布林代數啦 還有一些時數啦 有的沒有 還有整數 有一大堆 我們這開關內顯然就是封鎊的信號 所以說你要選布林類 布爾 然後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 你這開關是屬於輸入信號 所以說你就要找到 你的硬體的輸入模組 輸入點 我們輸入模組是不是ID211 是不是第0中道 0.00到0.15可以讓你選 這是對不對 我們就選0.00 然後註解就是代表說 這個開關XD是做什麼功能 假設我們就隨便給他一個中文 你的開關1好了 然後按確定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 當然啦 日後 假設你有一大堆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複製 複製你這一行 然後貼到你的Excel表 你可以在Excel那邊 編好 然後編好之後再貼回來 都可以 便利性啦 因為我們今天建立不多啦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在那邊建立 來按滑鼠右鍵 再按插入變數 來再給他一個開關SW2 S也是FOOL 我們就不改了 然後開關的位置 有沒有 我們要找到ID211這個通道 0通道 0.01用掉了 我們就用0.01好了 0.01 好 註解 我們註視我們就給他一個叫開關了好了 其實真正註解應該是說這個開關是做什麼動作 當作啟動1 旁邊1 旁邊2 類似這樣 方便我們就直接用它 來 確定 接下來 這是兩個輸入信號對不對 我們知道 接下來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變數 來 插入變數 來 這個變數叫燈泡LAMP LAMP 好 LAMP線圈的話 它也是這樣 是FOOL 對不對 我們說不改 然後位置很重要 你不要去選到輸入的模組 請你找到輸入模組 輸入模組是OD211 OD21是不是1通道 1.00到1.15 這實際可以讓你選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選一個叫1通道.00 好 這裡註解的話 就給燈泡好了 就直接翻譯它的名稱就好 真正是要講功能 因為方便我們就直接燈泡好 好 OK了 這就是方便以後 就是說 假設你不習慣說 這個地零通道 第一通道這些數字 你可以先弄這種變數區 區域變數先去對應好 但是我覺得有點包子一舉 好 OK OK了 這好 來 請你蓋新生程式1.00 我們變數營電腦 接下來就點點斷落 斷落1下面是不是一個end 好 來 我們先點選斷落1 我們開始下這編輯解體度了 好 斷落1下面是不是有end 對不對 來 點一下end 來 它幫我們建立好了 所以說 就算忘記也沒關係 它已經幫我們建立一個end回路了 所以說 所以說程式從斷落1掃描到下面就end 然後再履頓回去重溫再掃描 所以說 你就不用再建立一個end的指令了 來 再點回斷落1 好 接下來 開始我們來建立功能 建立那個回路 好 那建立 建立圖 我們有 有問題的 不太一樣 可能當時設人專案 可能是去把你切割成兩部分 中間多了一個回路 中間有一堂 這 按鍵的建築有建立嗎 好 我們的 階梯圖用法有兩種方式 順便教各位一下 來 我們有智慧型輸入法 跟隱形的輸入法 我們教各位用點型輸入法 一開始 我不曉得有沒有被人家改過 你的電腦 首先請各位點選 上面選單的工具 然後倒數第三個 變更輸入模式 這邊你看 先不要點 移到這邊 你會看到一個Smart的輸入 一個叫Classic模式 Smart的輸入 有點像是書寫器的輸入模式 各位如果早期有用過 書寫器是不是你要P指令 L D多少 對不對 打一個L 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指令 有上回有記憶 但是記不完全 有沒有 你打一個L 它跑出L相關指令出來 再讓你選擇 這是一種方式 那我們教各位用第二種方式 點型輸入法 點型輸入法 就是點選上面的一些符號 或快捷鍵 快捷鍵的話 在你們的 基本的 來看一下 我們先教各位 先用符號 然後等下大家 快捷鍵 來首先 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的工具列 裡面的一些符號 Icon 來這裡的電容符號 就是新增節點 有沒有 這A節點 來點一下 滑鼠左鍵點一下 好 目前我們只有一個回路可以做 回路0 你看它左上方的數字0 有沒有 代表目前的回路叫回路0 你滑鼠就點選 在母線的左側 來這個符號 來壓下去 來 如果你想要變數 你就直接打剛剛的變數名 S 出現SW1 好 Enter 好 點選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母線左邊出現 一槓 紅色的 代表目前這回路有問題 那為什麼有問題 因為我們回路還沒完成 所以這個類似 警示意味 就是目前回路有問題 好 接下來 我們再繼續 那這個符號 假設你現在不想跟著你的話 假設一直跟著你 你想取消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 A節點的左側有一個鍵頭 壓這裡 或按鍵盤上的左上角 都可以 來壓一下 有沒有 這個符號就 不會一直跟著你 先跟各位講一下 好 顯然我們還是需要一個A節點 來再按一下接行點 點一下 來請各位 SW2 我們建立第二個開關變數碼 好接下來就是輸出 輸出的話 來這裡有一個圓圈有沒有 圓圈就是新增線圈 然後圓圈裡面有斜線一槓 就是板線圈 線圈的部分就是前面條件整理它才會動作 板線圈就是前面不整理它就會動作 剛好是顛倒 這個要適時會去使用 好請各位點選新增線圈 好各位 我建議各位先不要點在滑鼠這個位置 如果點在這邊它就自動連上 我們要教各位就是怎麼去點 把它連到線圈 那點到哪裡 點到用母線這邊 這樣還沒有連上 對 教各位怎麼連上 好請各位打上 剛才你用第三個變數Land 打一個L就跑出來了 現在 目前這一 母線 我母線這邊還是出現一槓 表示這個回路有問題 為什麼有問題 因為你沒連上 對不對 剛才如果點在這邊它會放我們連上 但是我要教各位怎麼點 好怎麼點呢 來這裡有個水平線 有沒有 這邊有個垂直線 垂直幾乎是用在併點 它會用到垂直 水平就串連 對不對 你可以用這樣慢慢點 這樣慢慢點 取消或是點 我會教各位用這個 水平垂直連接線 來這個是最方便 然後滑鼠左鍵點選開始 來拖拉過來 有沒有 這樣就比較老闆的 好我再取消去